南回地区较少有亲子游乐场域或者是亲子互动活动 而在被疫情趋缓之际 南回社福中心就半年了多场 南回四乡镇多元族群亲子抒压即照顾平权宣导活动 有亲子手工艺、亲子厨房等等的内容 希望提供平台让南回地区的家长有机会与孩子互动 南回地区族群有原住民、闽南、新住民等 而为了提供多元族群家庭 由于亲子间互动机会与输压管道 南回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就在台马里地区 办理南回四乡多元族群亲子输压即照顾平权宣导活动 有亲子手工艺、亲子厨房等活动内容 希望可以邀请原住民跟汉政 还有就是新住民等等的族群都能够来参加 是希望大家彼此也都能够看到说 不管是什么样的族群都有亲子的 爸爸妈妈、小孩子 然后大家其实是都能够一起来做 比如说我们的设计师包括一些手座的活动 让群聚可以一起来参加 或者是说家长如果参与的比较多也没关系 是他们可以去出发平常生活上的一些 可能就是做一些不同的活动的转移 那当然也希望说借着这个活动 我们也后续有一个宣导包括虽然能够知道说 其实跟陪小孩、跟小孩玩 那其实是输压而且也是一种陪小孩的时间 目前活动还有9月25日、10月2日、10月16日三个场次 可以到南回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网站 询问相关咨询内容 就讲解大午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